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分享10分钟就可以出锅 营养美味的懒人早餐做法 全家都爱吃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西葫芦 洗干净以后去掉头尾 然后放在擦丝器上,擦成细丝 然后再准备小半截的胡萝卜 去皮以后同样的擦成细丝 胡萝卜也擦成细后,加一勺盐 用筷子拌匀 拌匀后放在一边,腌制五分葱 腌出对余的一些水分 然后准备两个鸡蛋,打入碗中 用筷子充分的搅散 然后起锅倒入食用油 油热把蛋液倒进锅中 底部稍微定型,用筷子这样子炒底下 把鸡蛋炒成鸡蛋花 也可以用铲子把鸡蛋倒得碎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先盛出来备用 鸡蛋炒好来看一下西葫芦和胡萝卜 然后也腌出了很多水分 下手挤一挤,把水分挤干一点 再放到案板上 这样刀稍微切碎 然后装到一个大碗里 倒入刚刚炒好的鸡蛋碎 再来一把虾皮增鲜又补盖 加少许的盐调味 一点点鸡精 半勺蚝油 一勺香油 用筷子充分的拌匀 拌匀后这个馅料就准备好了 放在一边备用 再准备一点饺子皮 拿出三四张尾一点 让擀面杖稍微擀薄一点 把饺子皮擀薄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往甲脂皮上面放上一勺馅料 再从一头卷起 把馅料包裹起来 收尾的时候刷一点清水 更易粘合 不易散开 把两边也稍微按压一下缩口 这样不容易露馅 像这样一个锅贴生坯就做好了 放在一边备用 把所有的馅料都按照这个方法 关好 起锅把做好了这个馅料双坯 摆在蒸锅上面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蒸8分钟 蒸汁的时间到 关火打开盖子 把蒸好的饺子锅贴夹出来 把蒸好的酥馅饺子装进盘中 一道非常美味的鸡蛋酥馅饺子就做好了 可以直接就这样子吃 非常的清淡营养 鸡蛋酥馅饺子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